天父爱我无条件 为什么应许却有条件呢 朋友平安 让我们陪你读圣经 一天一章生命发光 今天来读生命纪第30章 一路读下来 其实从摩西的这些耳提面命当中 我们不难感受到 他对百姓的未来有多么的担忧 这是因为当时的迦南地 是一个生活富裕 但风气败坏的地方 摩西期盼百姓 能带着光明进入那块土地 而不是一进去 就被黑暗给吞噬了 让我们一起来读 生命纪第30章 生命纪第30章 我所成名在你面前的这一切咒诅 都临到你身上 你在耶和华你神 追赶你到的万国中 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 你和你的子孙 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 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 听从祂的话 那时 耶和华你的神 必连续你 救回你这被赌的子民 耶和华你的神 要回转过来 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 将你招聚回来 你被赶散的人 就是在天涯的 耶和华你的神 也必从那里 将你招聚回来 耶和华你的神 必领你进入你列祖所得的地 使你可以得着 又必善待你 使你的人数 比你列祖众多 耶和华你神 必将你心里 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 好叫你尽心尽信 爱耶和华你的神 使你可以存活 耶和华你的神 必将这一切咒诅 加在你仇敌和恨恶你 逼迫你的人身上 你必归回 听从耶和华的话 遵行他的一切诫命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 谨守这律法书上 所写的诫命律例 又尽心尽信 归向耶和华你的神 他必使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 并你身所生的 牲畜所下的 地土所产的 都绰绰有余 因为耶和华必在喜悦你 降福于你 像从前喜悦你列祖一样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 不是你难行的 也不是离你远的 不是在天上 使你说 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 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 也不是在海外 使你说 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 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 这话却离你圣静 就在你口中 在你心里 使你可以遵行 看哪 我今日将生与福 死与祸 成名在你面前 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 遵行他的道 谨守他的诫命 律例 典章 使你可以存活 人数增多 耶和华你神 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 赐福于你 倘若你心里偏离 不肯听从 却被勾引去敬拜 侍奉别神 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 你们必要灭亡 在你过约旦河 进去得为业的地上 你的日子 逼不长久 我今日忽天唤地 向你做见证 我将生死祸福 成名在你面前 所以你要拣选生命 使你和你的后裔 都得存活 且爱耶和华你的神 听从他的话 专靠他 因为他是你的生命 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 这样 你就可以在耶和华 向你列祖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岂是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 在这张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了好几个 有条件的应许 如果我们遵行天父的心意 就必在他所赐的祝福当中 得享平安 这就像爸爸妈妈 无条件地爱着孩子 却也同样会要求孩子 必须要先做完功课 收拾好书包 才能出去玩耍吃点心一样 有条件的应许 就是引导神的儿女们 先做好本分 让随之而来的祝福 成为生命的益处 而不是害处 鼓励你 未来读经的时候 也可以练习找找看 哪些经文属于有条件的应许 相信这个方法 会帮助你更加了解 天父的带领和心意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让我更认识了你的应许 我也要继续保持独经的热情 跟随你的带领前进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明祈求 阿们 祝福你每天都有天父的带领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为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